这里给大家看一粒远地 一粒就已经可以充一粒水 你可以扔下去 它就会自动融化 变成黄色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 现在疫情严重 我问了姐姐Marsha 她每天都会用漂白水 去抹我们的厕所 以及去消毒地方 但漂白水就这么大 她经常说如果要托回来也很重 有时候打算放几枝很重 现在出了这些轻巧的丸 我现在想让Marsha和我评测一下 简单说一下这个漂白丸是怎样 一瓶这里这么多 就已经有100粒 100粒的漂白丸可以充到100盆水 相对于这个 其实大概一个月就用完了 你看看体积细很多 省很多位 不但储存得容易些 而且在它的消毒效能 也得到很多认证 平时是怎么用的呢 Marsha你平时抹我们厕所 最重要是用漂白水抹的地方 这个抹这个和这个最重要 最重要是这个 抹这个这个 你平时会把漂白水倒入盆 现在我给你一粒 一打开这些软 不要拿手碰 这里给大家看一粒 一粒就已经可以充一粒水 你可以扔下去 它会自动融化 变成黄色 有效期多久呢 即是一沖完水之后 可以有72个小时 Marsha 即是这盘水可以抹一天 整天都可以抹 抹完就会倒掉 一粒水不是多 这个浓度可以用来 平时抹地消毒 但如果 好像地板 刚才你说 地板会建议用浓一点 是吗 是的 即是用500ml水 即是一半 沖一粒 就会消毒能力再强一点 好 这粒丸 大概一分钟左右 已经融在一面 看到颜色会有少少淺绿色 刚才Marsha提醒我 一粒丸 你没办法 一定要扔下去一粒水 但有时用不完 那一粒水 这个是有效期三天 这盘东西 但它说抹一个厕所 其实不用那么多 所以可以将一个瓶 装起它 装起它 在密封的状态之下 可以再留一点 你怎样去变色它 就是色如果变成透明色 就没用了 譬如你装起一个瓶 放一个礼拜 看到它是透明的 就不要当水用了 Marsha教我们 如何清洁 我们的重点清洁 厕所现在的疫情 你会怎样的 很快步 没有办法 他们才会更加了解 现在疫情之间 骚脏 細菌多的地方 真的很好 我们每一天都做 这个必做动作 就是抹洗手盘的地方 最骚脏在哪里 最骚脏在哪里 最骚脏 这个盘位 好 Marsha也提醒了我 如果是两个厕所 两盘水都分开 不要用同一盘水 始终有什么細菌 就不要互相交叉感染 由最干净的开始抹 然后才抹掉最骚脏 例如手手盘就比厕所干净 所以洗手盘先抹 然后抹完洗手盘 然后去厕所 抹完厕所 最后才抹地 但我觉得不臭 这个没那么大 不觉得有漂白水味 来厕所 每天都抹它 现在不可以省 抹了这个之后 它会将盘水抹 应该抹地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用这些花灑 洗手 手垫的位置 都要清洁 我不是做家务 但我是贪 它 不用那么大支 阻止我家 第二就是 用法很简单 也很干爽 不需要滴到周围 你拿着水 你怕会滴到衣服 好了 我们不阻止Marsha 继续抹我们的厕所 好了